青海省副省長文國棟日前主動投案 過去一個月內 文國棟多名下屬已被查處 之前北戴河會議敏感期 青海百億非法採煤案被引爆 官媒將其與陝西秦嶺別墅違建案類比 文國棟成為青海版秦嶺別墅案被引爆後首個落馬副部級高官 9月6日 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通稿稱 青海省副省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書記文國棟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主動投案 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7月22日 文國棟剛被任命為青海省副省長 在該省的9名副省長中排名最末 官方宣布其落馬 而其升任副省級僅46天 文國棟最後一次公開亮相是在9月2日 據海西州委機關報柴達牧日報報道 當天他主持召開了海西州委常委會會議 公開資料顯示 文國棟1968年生 青海西寧人 1987年7月參加工作 其仕途全部在家鄉青海度過 2015年7月 文國棟調任海西州委書記 並兼任柴達牧循環經濟試驗區黨工委書記 直到今年7月升任青海省副省長 疾身副部級之列 自2003年開始 青海省歷任省委書記分別為 蘇榮 趙樂際 強衛 駱惠寧 王國生 王建軍 仕途簡歷顯示 文國棟在趙樂際 強衛 駱惠寧 王建軍 主政青海期間均獲提拔 其仕途升遷關鍵節點 2005年9月調任海西州委常委 組織部部長 2013年2月出任玉树州委書記 2015年7月調任海西州委書記 並兼任柴達牧循環經濟試驗區黨工委書記 相繼發生在趙樂際主政青海省 其主長中組部期間 中共北戴河會議期間 8月4日 由中共黨媒新華社主管主辦的《經濟參考報》 發表了青海隱形首富齊連山非法採煤獲利百億至今未停一文 指控號稱青海隱形首富的馬少偉 長期盤踞齊連山牧里礦區非法開採煤礦 獲利超過人民幣百億元 而且迄今未停 已造成當地生態浩劫 8月9日下午 青海省召開了 牧里礦區非法開採調查情況第二場記者會 發布該專項調查工作進展情況 通報稱 青海性侵公貿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開採 破壞生態環境 公安機關已經對馬少偉等相關責任人 採取強制措施 9月6日 青海省副省長文國棟主動投案 成為百億非法採煤案被引爆後 首個落馬副部級高官 在8月份被查處的梁彥國 李永平 馬承德 都是文國棟下屬 視圖簡歷顯示 同文國棟一樣 梁彥國 李永平也都是青海前幾任書記 趙樂際 駱惠寧及現任書記王建均 提拔重用的馬彩 經濟參考報披露 青海百億非法採煤案後 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稱 如此大規模頂峰非法開採 很難相信這家企業有隱身大法 多家中共官媒轉發工人日報社評 違規開採14年 如此法外之地 必須整肅 社評說 此番事件讓人聯想到秦嶺偽建別墅 同樣是對生態環境持續多年的破壞 同樣是所謂邊治理邊開發邊開採 同樣是監管狂風咒語 我自窺然不動 這些不可思議 不該發生的事情怎麼就發生了 隱形富豪背後有沒有其他隱形的力量 到底是誰在推波助瀾 文章說 秦嶺的事情已經基本整肅完畢 多名省部級官員落馬 對此番齊連山牧里礦區涉嫌無證非法採煤事件 相關部門也應該徹底調查 青海省是曾慶紅石油幫的一個重要窩點 位於柴達木盆地的青海油田 是青海 西藏兩省區重要的產油共有基地 江派二號人物曾慶紅作為石油幫幫主 在青海長期經營 青海百億非法採煤案前後跨度長達14年 期間五任青海省委書記 包括趙樂際 強衛 駱惠寧 王國生 王建軍 均有濃厚的江派背景 時政評論員李燕明分析 北戴河會議敏感期 習近平在眾叛趙樂際拍檔趙正勇 並針對江澤民集團操控的金融 政法 文宣 醫療衛生系統密集展開清洗行動的背景下 再引爆曾慶紅的勢力 與利益地盤的青海省百億非法採煤案 針對的不僅是趙樂際 駱惠寧這些江派前台馬仔 更是其幕後的大佬江澤民與曾慶紅 文國洞落馬或只是青海官場震盪的開始 詞曲 李燕明 詞曲 李燕明